等一下 等一下 太出來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沒事睡千千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還記得我之前很常開箱 日本的 超超超超超大盛的焼きそば嗎 我跟大家說 韓國也出了 而且韓國這個量跟這個長相 我覺得非常的具跟日本的那個 超超超超 太激動 它是Jumbo的辣味的牛肉湯麵 最近呢這款泡麵在韓國非常的熱門 在網路上掀起一陣熱潮 然後它非常的難買 它現在在二手市場的價格已經炒到非常的高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它 韓國這一款是台幣兩百兩百一十幾塊 然後重量的話其實兩個差不多 但韓國的重一點點水一樣是加2.2公升 但包括什麼這一款的熱量其實低蠻多 這一款才三千一百六十大卡 跟之前培養出的就號稱四千大卡的 真正少了一千大卡 我覺得哇 整個感覺不一樣耶 所以呢我們今天小的怎麼可以 當然就是要來開箱大的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它 為什麼沒有辦法像很多那種開箱是那種啪啪呢 它原版的那個媽媽端著它是沒有汗的 然後新版的媽媽端著它是手在刺 我覺得這個細節滿可愛的 哇 二 四 六 八 裡面有八塊麵 然後呢我有看到那個網路上有人 特別介紹這個 它有很多個小格子 好像是可以給你放小菜的 然後我們打開一下我們這個巨大的這個調味包 巨大的調味包裡面呢 總共就有非常大包的蔬菜包 跟三包粉包 全部把它加下去 你看 你看 我們之前呢 開培養焗雞手把超大聲 不是有計時嗎 所以我們這次 也來計時吧 我在這 欸 哇 頭毛 接下來我們來加熱水了 2.2公升 這缸已經量好了 封印 Hey Siri 計時5分鐘 5分鐘後 嗯 哇 聞起來好像統一蔥燒牛肉麵 欸 它下面完全沒有泡到欸 它那個2.2公升是不是其實應該要再更多啊 好了 我們的Jumbo的泡麵 我剛剛直接拿去鍋裡面煮 然後又多加了一… 滿多水的 你看這個 喔唷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來吃它了 而且我怕它讓我旁邊還準備美乃滋 好囉 起 家 嘿咻 不知道味道怎麼樣其實我蠻緊張的 這個還在慶念 我真的蠻像蔥燒牛肉麵的欸 但是它的蠟是那種蠟粉的蠟 跟那個 蔥燒牛肉麵的蠟感覺又不太一樣 嗯 我覺得它蠻神奇的 是因為我泡了一陣子之後 我又拿去鍋裡面煮 可是它的麵還是不會爛欸 還是有點Q度 我覺得韓國泡麵這點真的蠻厲害的 哇 好燙 哇 好燙 我今天還有特別吃發出聲音 像韓國吃播那ASM吧的感覺 大家如果害怕的話 就開始關小山 哇 這個汗 哇 這個汗 我覺得以它的辣度來說 它是不是蠻適合當解酒的 你看 有一點辣辣的 香香的 拿不起來 哇 好燙 全身發熱阿滋 就是說 你要是說 那些汗 阿滋 跑來 到底能夠 爬東西 眩 這樣 多久 要吃 那這些 都不得了 他 你就能夠多吃 應該要先把湯喝掉 哇 好辣 好燙 我好像整個人在泡在臉盆裡面 泡溫泉的那種感覺 哇 後面真的很鹹 吃完了 哇 好熱 熱 熱 Kendo的泡麵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其實它的辣 不味道真的非常辣 它是比較刺的那種辣粉的辣 因為可能我後面又加了太多水了 所以我覺得味道稍微有比較淡一點點 然後 但是如果它是正常的泡的那個水量的話 其實它吃起來的味道我覺得濃度應該算蠻夠的 嘿 今天的開箱大概就是這樣子 來 我今天走在韓國的網路圈的熱炒 因為我上次還有開超超超超大聲 我覺得兩個風味跟整個型我覺得完全不一樣 完全有體現出那個日本泡麵跟韓國泡麵的不一樣的地方 好啦 那今天呢影片就到這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這種影片耶 其實我還是喜歡慢慢吃 但是我覺得偶爾這種比較大碗的那種開箱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也蠻有趣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我剛剛有一種 去汗珍目 然後在裡面 然後悶到出汗的感覺 哈哈哈哈 17